曾经多次来台学习慈悸医疗人文的厦门医疗团 一行20人再次的来到台北慈悸医院参访 透过医疗简报和深度的讨论 那么院方希望呢 双方的这种交流 能够让中国的病患 能够获得更多的医疗人文照顾 厦门医疗相关人员 共20位同仁今天来到台北慈悸医院参访 院方安排了医疗管理等一系列相关的课程 双方针对于所面临的情形进行经验分享 他们希望能够做一些交流 一个是台湾的慈悸医院医疗品质是怎么做的 让病患的满意度都在九成以上 那他也想知道慈悸医院对于这种医疗争议的事件 他处理的过程是怎么样的 参访中两方针对于病人安全 医病关系企业责任与医疗人文进行交流 也安排贵宾实际参观医院的环境 其中以全人医疗照护为宗旨的新联病房 便是这次参访的重点 在新联病房里面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前人那么包括说这个前程 前队到前家 那么他们又隐身到前社区 所以我觉得这个收获挺大 很大的感觉就是这里头 就这个地方真的很温馨 就会让人觉得说好像就是在家里面 所以这个给我感觉很好 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医疗体系 却让初次到访的贵宾 有家一样的感觉 这就是慈激医疗人文独特的魅力 院方今天也特别准备了象征爱的围巾 期望他们能够将爱带回厦门 去服务需要帮助的人 大爱新闻黄欣言 郭佳旭台北报导